巴黎,你又怎麼又來這裡? 唉,我的車壞了 我的車壞了 這次真的壞了 春巴,你的車前排終於壞了 為甚麼? 是呀,終於到我製車了,真可憐 唉,還是停車才說,安全一點 你知道就好了 之前還說買電動車,少點東西製作 誰知道現在到我製車了 話說有一天去Springton Garmorysons買東西 那裏是充電站,當然替車充電 誰知道插進去後沒有反應 搞了很久很久都沒有反應 我打算拔出充電頭 誰知道拔不回來 我估計充電站應該會有問題 爸爸,你扭下了我在車 有甚麼事放我出來,慢慢說好不好 哈哈哈哈 於是我就用我駕駛的緊急充電頭 拔出來,終於搞定了 幸好拔出來 嘩,嚇死人了 好吧,那我嘗試找其他充電站 誰知道找很多個都差不多 而且出現圖中這個訊息 還有一個紅色顯示說差不多電 叫我盡快回廠裏檢查一下 我心想 唉,糟糕了 這架車要回廠了 剛巧這陣子我們又忙著搬家 需要新的房子兩邊走 很需要駕駛的嘛 因為沒有駕駛,那怎麼辦呢 最後我用回我駕駛僅餘的 只剩下10英里的理數 我開了去BMW,打算放下車給他製造 誰知道他說現在預訂完滿了 幫不到我住,見我駕駛回家 我心想,我只剩下10英里而已 我駕駛回家,我怎麼駕駛回家呢 喂大哥,你別那麼瘋了 不過經過我們苦苦哀求 他最後都肯幫我們製造 見我們放下幾天,遲些才拿回車走 好了,我上網看過 原來很多i3車主都有相同的問題 估計應該是電腦的問題 有時候很多充電就太舊 插進去之後,可能有些電腦在上面撞了 所以令到它充不到電 基本上可能放下一天左右 然後再重新電腦 那就沒問題了 他說要放下幾天 因為翌日有新傢俬送到我們家的關係 我就唯有搭巴士,轉火車,再轉Uber 才去到我們的新屋 真是路途崎嶇 唉 說回正題吧,不要只顧看風景吧 所以說呢,在英國沒有一輛車 真的等於沒有一隻腳 很多地方都去不到 你說有車多麼重要呢 就是在英國 乘車有很長時間 而且車費都不便宜 我覺得挺貴 好像這樣,這次來回都用了34磅 如果我開車的話 其實我充電 都是用5、6磅左右 其實相差很遠 經過這次體會 我覺得家裡最少要有兩輛車 才不會太頭癢 一輛車頂上去製造 我還有定一輛 你們說是不是 不過這次真的很幸運 一輛車一天就完成了 可以拿回一輛車了 還要還要幫我洗車 洗得很乾淨 放下了一輛車給他們製造 翌日春媽早上也有打電話問一下情況 我們解釋給他們聽 因為我們正在搬家 真的十萬火急要回一輛車 非常希望他們可以快點製造 裡面正在抹車 即是車內 在這裡生活了半年 除了自己的經歷 以及留意當地人的模式 就是有些甚麼你都可以慢慢說 但千萬不要罵 也千萬不要發脾氣 他們不流行這套 本身也想這裡工作沒有香港那麼快 估計這輛車也沒有那麼快可以拿回 但我們也嘗試慢慢跟他說我們的情況 希望他會明白 我回了一輛車 是呀 壞了一天 不 也算快 只有一天就完成了 真的很幸運 他一天就完成了 我還打算放整個星期 很幸運 一開始說放幾天 是呀 幾天 這個計算大佬 這個好棒 這個好棒 這架 什麼? 什麼? 到底帶我來幹什麼? 沒什麼事我可不可以先走? 沒車坐 那今天是不是有了? 快點放我出來 麻煩 終於出來了 喂喂喂 勢力一點 Hello 爸爸要去哪裡? 先吃一下 舒服了 喂 阿翔 什麼事? 為什麼你在垃圾裡? 你還好意思問我? 終於完成了 完成了一天 對 比我想像中快很多 很開心 幸好 服務非常好 又幫我洗車 又充滿電 還有吸塵 嗯 想不到 對 很滿意 非常滿意 我也很滿意 這次對BMW的服務客 非常非常滿意 其實來了曼城半年 我也是第一次搭火車 算是很容易搭 跟香港差不多 而且車廂都很乾淨 這次都算是挺好的體驗 幸好他們這麼快有回車 不然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媽媽說這集到這裡 你們又覺得這次寶馬的服務怎樣呢? 記得留言告訴我們 不知道 未按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的朋友 記得快點Subscribe我們 多謝大家的收看 下集見 拜拜 春春 這麼開心 很開心 嗯? 你好 有沒有掛念我 春春 有沒有掛念我 你這麼久才回來的 嗯? 一下子 那些水 腳字 heid 家 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